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進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薩達蟲說王國之類 我是魏維 在上集的影片裡面 我們抓了巨大的黑色馬匹 這一集的影片裡面 我想要帶大家去抓白色的巨大的馬匹 我現在人在空中 我在雷鳴之島這邊 就是我們之前的魂之神殿的時候 的過程當中來的空島 這邊雷鳴之島 那我們想要去抓了白色的巨大的馬匹 在地面上 在之前的馬神的地方 也就是在這邊 我們打算從空中跳下去 這樣應該最快 我在這邊遞個地圖釘 如果你沒有解空中的神廟的話 你直接來這個地方 也可以抓到白色的巨大的馬匹 就在很南方這邊 那我的話 我就打算從空中跳下去 我覺得比較快一點 那現在這個雷鳴之島 正在打雷 所以我來裝一個 護雷頭盔 這樣比較安全的感覺 被雷打到也沒有關係 那我們出發囉 如果也傳到空中的神廟的話 這個空中的神廟 沒有地方可以 沒有門可以出去 只能通天樹出去 我按錯了 應該按通天樹 通天樹出去以後 我們做完我們的地圖釘那邊前進 也就是這邊 我有雷鳴頭盔 如果沒有雷鳴頭盔的話 這邊滿危險的 我把我丘利叫出來 我把我丘利叫出來 我們就一路飛到地圖釘那個地方 去抓 我們的馬匹 很快就到了 那我們說空中下去 我就直接騎在馬匹的身上 有沒有就在這邊等你 騎上去以後 沒有辦法騎上去嗎 給他一個 冷氣骨 把他冰起來 然後再往旁邊這邊騎上去 他滿溫馴的 他不會跑走 然後我們按L安撫他 這遊戲裡面除了有 黑色巨大的馬匹以外 有白色巨大的馬匹 他如果毅力沒有三圈沒有滿的話 你可以吃一些毅力的食物 我現在人在這邊 我在這邊抓到白色巨大的馬匹 那等一下我們來騎白色巨大的馬匹 去解一個神廟 這個馬匹有一個任務要解 在哪邊我們就一路騎到 大概這個地方 這邊 這邊有一個馬匹的任務要解 這樣我們就從這邊走 一路 過橋 然後一路騎上去 去這邊解一個神廟 用白色的馬匹解一個任務 大家跟我走 這邊有兩個NPC在這邊 他們想要見到巨大的馬匹 我們已經騎過來了 你可以跟他們講一下話 他們是好人 應該說他們是一般人 不是什麼一蓋隊 我們經過那個NPC以後 我們就騎馬去 寫個任務 大家跟我走 好 如果走到這個岔路的話 你往左邊走 這邊往左邊轉 然後這上面有一些波克布林 大家小心點 他們應該不會朝你射箭就對了 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 我 就經過這些波克布林的鋼燒 我們要過一個橋 我旁邊還有一個海盜船 然後就看到像這樣 好裝有很多馬在前面 就代表你快要到了 在旁邊那個小山坡 就我們要解的神廟 然後這樣我們往右轉 走去我們剛才地圖丁丁的那個地方 我看會不會有個冒煙的地方 我們等一下就要去那個冒煙的那個地方 這個冒煙的地方有一個很喜歡馬的人 他想要看到巨大的白色馬匹 他如果看到的話 他就會把旁邊的有一個水晶給我們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抓到白色馬匹了 我們就把他帶過去給他看 這樣我們走慢一點 我看能不能跟他講話 我看能不能跟他講話 這就是他想要看到的巨大馬匹 他是路過撿到的水晶 如果你沒有給他看馬的話 他不會給你水晶 那如果可以給他看馬的話 我們就可以拿這個水晶 去解旁邊的神廟 就在這個旁邊而已 這叫伊修奇恩神廟 給你 這樣我們就打開這個神廟 我們先跟這個神廟互動一下 然後先不要進這個神廟 就把神廟打開來就好了 因為我想要 把那個白色鋸馬鋸為己有 這樣我們就回去找那個白色鋸馬 然後等我們登陸好馬匹以後 我們再把自己傳回來 解乾那個神廟 好這樣我們要去哪邊登陸馬匹喔 最近的應該是高原驿站 待在這邊 高原驿站 那我打算 把我去高原驿站這個路程喔 放在這個影片的最後面 那中間我就快轉一下喔 我現在就已經到了高原驿站 然後我們來登陸一下我們的馬匹 我就叫他Be White 那登陸好以後 我就把我自己傳回剛才那個神廟那邊 這樣我把自己傳回剛才那個神廟那邊 我們還沒有解完的神廟 傳到神廟以後我們進去神廟看一下 這是一個運送水晶的神廟 所以裡面是一個老魯的祝福 寶箱裡面有 黃玉 然後我們來拿祝福之光我們就可以離開了 那就是這一集的薩爾達投出王國之類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歡迎大家下個影片 喜歡我的影片 應該進來吧 請來吧 這現在是他說 不 笑 笑 ai 温 Image 温魔 温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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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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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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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